第三個部分,如何找到這個Debug Key Store的路徑 並且將懶人包複製過來執行這個Key Tool的P4檔 這裡面的話,首先我剛剛有講過,就是我的Debug Key裡面 喜好設定,找到這個Build裡面的話,路徑應該在這裡 所以你把它複製之後呢,把它複製起來 按下那個Window Key加R,就會出現這個執行 其實或者開始執行也可以,這樣確定 到我們的Debug Key Store 那特別注意一下,請各位特別特別要先檢查一件事情 在這個路徑裡面,請找一下有沒有這個東西 如果沒有這個東西,你的那個MD File也不會出現 這個我想書裡面都沒有講到的 所以你這個地方,這是經驗 你找一下書,書裡面通通沒有講到這個東西 因為呢,這個東西呢,尤其是你們現在的電腦 應該都沒有這個東西,為什麼? 這個東西是,你要已經run過至少一個APK 就是說你一定要run過程式,把它執行到模擬器裡面 也就是說如果你從來,你的程式裡面完全是空的,沒有專案 而且也沒有什麼呢,沒有執行過這個動作的話 它是不會有什麼呢? 這個Debug 不會有這個東西出現 不會有這個東西出現的話 那你就不會有MD File的產生 特別注意喔 這個東西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那你就裡面是空的 那如果有的話,請你執行什麼呢? 把剛剛的懶人包的東西通通丟進來 我剛剛有懶人包的東西 把這個懶人包裡面有六個東西 把它通通都 懶人包的東西 通通都把它丟 再解一次好了 把它解壓縮 把這個東西解出來 裡面呢,會有六個東西 請你把這六個東西呢 通通都把它丟到裡面來 並且找到裡面會有一個叫做 Key Tool的P次檔 那這個P次檔裡面呢 實際上就是我已經寫好的了 這是我自己做的 然後按右鍵編輯一下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指令 他這個指令說真的一般 一般你要把它背下來其實還蠻難的 所以我就乾脆呢 把這一個要的指令呢 把它寫成一個P次檔 我想P次檔應該各位知道吧 就DOS底下早期都用P次檔 他只是說呢 執行他去Run這個東西 然後呢,後面有加一些參數 另外各位也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306題的這邊也有一樣的東西 實際上